县府召开县务会议 会议中针对非法逃逸外籍移工 急欠医疗费用事件 由社劳处处长林志忠说明 目前该名移工已出院 后续也会寻求民间善心团体 来协助偿还医疗费用 并提供翻译以及关怀访试 让他可以出境遣返越南 避免医院求偿无门 刚才县长针对这个案子 已经有特别指示了 那我们社劳处这边会尽快的来盘点 我们像县内的相关的 能够协助这个私人移工的 这些民间团体来结合他们的力量 那将来如果说有发生类似个案 就可以来做协助 像这些人求地方政府 给予人道立场不可能 不予以这个来重视跟处理 但是地方政府资源毕竟有限 另外权限上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必须要透过立法来解决 让这个类似的个案发生之后 能够做立即妥善的处理 那也能够让这些移工 他的人权能够获得保障 县长许舒华表示 台湾非法逃逸外劳已是全国性的问题 这次发生在南投的基建医院医疗费用事件 也凸显了相关的问题 希望能够获得重视 长远之际还是要透过立法院修法 来补这些漏洞 会则由县府社劳处收集相关资料及意见 透过县级立委的提案 反映给中央单位 透过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前两天在我们南投的草团的医院 也发生了一件这个逃逸移工 那最后面变成一个这个人酋 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它 长期以来我们台湾在移工的使用的频率也很高 可是我们在国际上对于移工的不友善 还有很多移工所产生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们国家必须去正式去改变的 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除了有提出很多针对移工的一些的安置的措施 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县政府这边 包括跟这个专情队 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安置的一个措施的 但是我们希望借由这件事情去凸显的出来 是台湾我们对移工的不重视 还有我们对于整体的短期性的安置 并没有一套的完整的一个流程 都必须让各个地方政府 自己来找寻各自的资源跟这个链接 那这个我们可以来做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常态性来看 国家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而且从立法的部分 或者是从行政院这边 有一套更完整的措施 不要让我们很多来到台湾的移工 最后变成人球问题 或者是他的安全的问题 也遭到很多人所质疑的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 也会把这些相关的意见 承报给立法委员 包括给行政院来做一个检讨 将来如果可以把这个整体的 配套措施都能够设计出来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正职的劳工 或者是说他们真的有碰到问题 这些逃逸的劳工 在台湾我觉得都应该受到 更好的一个人权的照顾 县长也指示设劳处 要建立逃逸外籍移工的处理流程 和因应做法 并寻求NGO团体资源加入协助 建构资源链接网络 才能够及时因应 进行人道关怀协助 保障移工权益 记者商千福南投市采访报道